大家好,我是高登仔 我高登仔一直以來對娛樂新聞或一些事件都有跟進 之前也有說過 東張西網的男主持潘子豐 傳遺詞說打人被捕 我繼續跟進這段新聞 話說根據報導 潘子豐其實挺帥 陳媽 用白話說 她曾經跟六個好美女拍三個兩夜 而涉及爭女打架被捕的東張西網男主持 只已婚有一女 即是結婚已有一個女 好,先看看報導 無線東張西網主持潘子豐 我早前有傳 涉及爭女打架被捕 不僅主持工作被撐停 連參加劇集都被換了 無線助理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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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是男主角 你說慘不慘 說她已經結婚 並有一個女 而老婆 亦是當日打架的女主角 即是說是老婆的前情人 根據報導 日前突然傳出潘子豐要全面停工的消息 有傳她和圈內女友的前度發生肢體衝撞 而被捕 在8月12日 本來她要為東張西網男主持 但最終找了朱愛婷代替 至於潘子豐有份參演的新劇《隱形戰隊》 據知劇宅方面已經換了 找了其他演員代替 亦已經重拍得慘了 原來有指 這個報導說 當日打架事件的女主角 不是潘子豐的圈內女友 而是老婆 即是峰會老轉 跟她發生肢體碰撞的是 她老婆的前度 也很複雜 老婆的前度 即是 怎麼說呢 你 結了婚 男女也好 結了婚做人家的老公老婆 跟前度不是說不可以保持一個聯絡 但是要認識可而止 如果你搞到對方的老公下醋 甚至 根據報導說 動手動腳的 我不知道情況是否 那就無謂了 對方也被指是圈中人 即是被人捕那個是圈中人 即是老婆的前度是圈中人 根據報導 有傳媒指潘子豐已經結束 當日發生肢體碰撞的 不是圈中人 這篇報導又說圈又說不圈 由於 事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潘子豐未有關全民作出報導 好了 接著報道就找回 原來 潘子豐是 無線電視 港南選舉 在2006年入行 除了 擔任東張西望 原來2016年起 足足拍攝了六次 無線旅遊節目 《三日兩夜》 而這個節目一出名 《多索女》做主持 潘子豐試過跟 李玉芳 周沛庭 陳雅思 陳若林 陳若林 是不是那個無線的新聞報的那個 唉 我也有點亂 蔣家文 李君彥 《三日兩夜》出埠做節目 他們也很少 公司隊很好 每次有不同的美女拍檔 這樣 那 我看回IG 原來陳若林 真的在2018年 和 潘子豐去 泰國 蘇梅和哈比 拍《三日兩夜》 原來真的是 那個陳若林 哇 哇 我都不得了 OK 那 好了 那 報道就是這樣 說出來 OK 那 所以呢 就 嗯 就是 然後 又找出來 潘子豐 就在2019年 和十一港者麥明斯 哇 是 咦 拍過主持單車遊學團 之後 兩人近一在出海潛水 因此 全速緋慢 不過兩人之間 已經離牌否認 那 那 樂易寧也直認 潘子豐已經停工 那 對於停工呢 因為現在進入司法程度 也不說 那 之前 說回一些新聞 就說去參加一些運動會 什麼的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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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 那 大約就是這樣 那 事件就是這樣 那 跟進呢 就是這樣 是嗎 那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但是 我發現 那個報道就是 他原來是和陳若林認識的 OK 讓大家網友可以多知道這件事 不要片面支持 我想 等更多的公開資料 遲些會出的 其實 要查都不難的 這些事情 如果要上法庭 全部公開 去哪裏法庭 都會知道 要不那些機器者 怎麼訪問呢 好 大約就是這樣 再見